NBA是一个硬汉的赛场,是一个充满对抗和垃圾化的赛场,是一个互相肌肉碰撞的赛场。 现役的铁血硬汉就比如巴特勒或是詹姆斯这样的球员,都是在赛场上有着强硬的比赛态度,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的发围放得更宽,在NBA的历史上,有哪些著名的硬汉,那么肯定会提到诸如莫宁华来士阿泰斯特这些人的名字,而其中最大名鼎鼎的肯定是阿泰斯特了。 不过如果小编告诉你阿泰斯特为一个人打服过,你会相信吗?这个故事还要从2008到2009赛季的一场常规再说起,那个时候的阿泰斯特还是火箭队的球员,也是当时联盟外线防守技术最好的球员之一。 他在比赛场上最大的职责,也就是防守对面进攻能力最强的外线球员,而在一场跟洛善基胡人的比赛中,阿泰斯特自然就被派是防守NBA历史上进攻能力最强的球员之一。 科比布莱恩特,在这场比赛的大部分时间,火箭队还是保持着对胡人队的比分压制,但是胡人靠着科比的发挥还是在顽强的咬着比分。 不过奈何队又不行,在比赛进行到了第四节的时候,也就是最关键的时候,阿泰斯特跟科比发生了冲突。 体验是阿泰斯特在跟科比抢位置的时候直接用胳膊夹着科比的脖子,而大家都知道,科比可不是什么好脾气,他直接一把甩掉了阿泰的胳膊,随后阿泰斯特就直接对着科比喷垃圾,话了。 这个时候裁判也过来拉开两个人,不过阿泰的嘴里还是在不停的挑衅科比,但是科比只是冷冷的看着阿泰,而熟悉科比的球尼也都知道。 当科比露出了这个眼神,那就要发生大事了,不过很明显,此时的阿泰还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。 比赛重新开始,阿泰就得到了一次持球冲击篮筐的机会,不过就在篮球会要被阿泰送进篮筐的那一秒,科比直接从后面给了阿泰一个大火锅。 当然,这才是刚刚开始,随后科比又抢断了阿泰,而阿泰这个时候明显已经有一点不受控制,直接拉人犯规。 不过这也阻止不了科比,在后面的几个回合里,科比直接面对着阿泰,打出了一个2加1,一个超远3分,一个挑篮,一个急停跳投,并且又抢断了阿泰一次。 而这一连串的招数打完之后,湖人队已经反超火箭队6分了,随后火箭队的教练赶紧让另一名防守汉将巴比尔去防守科比,不过还是没有效果。 科比直接用一个2加1宣布了火箭队的垃圾时间,而在后面的时间里,火箭队只能靠着发挥战术来牵制科比。 而此时的阿泰斯特,坐在板凳上,看着场上在拔球的科比,已经变成了这样一副表情,完完全全被打服的表情,在他激怒了科比后的不到10分钟里,科比一个人在攻榜两端,对他进行了肉体和精神双方面的摧残。 随后在这个赛季的季后赛里,火箭队又和湖人队狭鹿笑,缝,科比一击决力对抗阿泰斯特和巴蒂尔的双人包夹,并且送火箭队回家过暑假。 而这两件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08到2009赛季结束阿泰直接投奔湖人队,甘愿做科比的小弟。 在阿泰斯特的职业生涯里,基本上没有见过他对哪一个球员心服口服的,除了科比。 这个新秀赛季就撞撞乔丹肋股,奥本山宫殿一个打一群,一群子打得哈登脑震荡的人,却是科比的狂热粉丝,他不许一次在公开场合赞美过科比。 甚至到了现在,科比已经退役了,勒布朗詹姆斯的出色表现让媒体大肆宣扬,詹姆斯比科比强劲次于乔丹的理论。 阿泰斯特还在社交媒体成为科比说话,NBA历史上最强的四个人,第一是科比,第二是乔丹,第三奥尼尔,第四张伯伦。